各位早上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 马科福音五章 我们从马科福音五章二十五节开始来读一下 马科福音五章二十五节开始我来读一下 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 又花尽了她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病是反倒更重了 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 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 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 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 还说谁摸我吗 耶稣周围观看 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 就恐惧战惊 来服服在耶稣跟前 将实情全告诉她 耶稣对她说 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各位早上好 来到教会呢真的是特别好 然后来到这里跟各位见面 也跟长老们见面 我们现在呢在金川呢 想要买一个地方呢 希望我们建一个 寻教学校更大的神学院 希望我们能够建立这样的神学大学 我们想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跟一些同工们的话 我也是商量这样的细节 这样的 昨天我下午到了韩国 然后也跟弟兄姊妹们进行沟通 真的感谢 在我的生活当中 人生当中 主一直引领着我 这是非常神奇的 我所做的事情 有很多是有缺乏的 有不足的 但是每当我们拿着小小的信心 向前迈步的时候 可以看到主这样的成就 这样的事情 每当我们遇到 大大小小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弟兄姊妹们一起商量 一起沟通 我觉得非常的感谢 上一次 我去国外之前呢 我去找了我外孙所在的这样的部队 去见他 他原本呢 准备了这样的聚会 但是呢 聚会取消了 然后后来呢 但是他的长官的话 又重新去准备了这个聚会 然后呢 我跟这个那里的旅长呢 见了面 然后呢 一起聚会 所以我看这一点一点的细节的时候呢 看到神帮助的时候呢 特别的感谢 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在我经历困难的时候 当作为一个人 不能够找到这样帮助自己的人的时候呢 有些弟兄姊妹的话 在这样的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想 以人的方法去解决 而不是依靠信心 那牧师该做什么呢 就说 不是啊 神会在你里面做工的 你不要看你自己的条件 你要仰望神 向前迈步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凭借信心向前迈步的话 各位在人生当中 就会遇到很多惊人的事情 我们宣教会的话 一直以来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们一开始是在韩国传的福音 然后呢 就开始了海外宣教 我们想 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派宣教士去了美国 也去了德国 他们去的时候都很紧张 有一次呢 巴西的金饭西宣教士 他决定要去巴西宣教 然后他过来问我 说我不会讲巴西的语言 我也不认识巴西的人 我该怎么去宣教呢 我说你担心什么呀 我说你坐这个去巴西的飞机 那时候呢 去巴西的话 需要有坐飞机到美国 然后从美国 再转机到巴西 所以呢 去巴西的话 需要20个小时的时间 我说你在飞机上 你就交朋友嘛 然后你就认识巴西的人了 然后呢 他们就到了巴西 我看金饭西宣教士夫妇 在巴西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看的时候非常的惊奇 然后他现在讲这个葡萄牙语 讲得也特别的好 做事情也做得特别的顺利 神奇的是 我们派宣教士 去各个国家 那里的宣教士 其他的宣教士的话 就说你们也有宣教会嘛 是哪个宣教会 我们宣教士就说 是好消息宣教会 然后他们就说 有宣教会 你们还这样来吗 他们这样派你吗 其他的宣教会的话 派宣教士的时候呢 就会先把他们的房子 都给他准备好 然后里面什么家具啊 冰箱啊 什么的都准备好 然后吃的呀 甚至有的东西 有的时候呢 会用飞机 送他们的行李过去 送好东西过去 吃的东西啊 什么的 但我们宣教士呢 相对来说的话 相比来说的 看的话 就好像是乞丐一样 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 我敢打保票 保票的是 我们宣教士的话 比起世界任何的宣教士 都会传福音 我呢 去外面之后呢 也访问了其他的 韩国宣教士的一个房子 教会 但我去的时候呢 发现一点都不羡慕他们 因为我们该有的也都有 但是我们比他们的信徒更多 我们今天读了 马可福音的话语 有一个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好些医生手里 受了许多的苦 又花见了她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病是反倒更重了 那这个女人的话 她一直以来 她想去治病 所以见了很多的医生 用了很多的方法 但是呢 她的病呢 就是不好 那这个女人呢 就听到了耶稣的传闻 听说耶稣的话 很会治病啊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呢 花了很多钱 在医生身上 但是呢 医生也是没有治好我的病 在圣经里面写着 有一个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好些医生手里 受了许多的苦 又花见了她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病是反倒更重了 她呢 现在呢 钱都花到了医生手里 医生呢 也没有治好她的病 她变得非常的困难 然后这个女人呢 就到了耶稣的面前 她听见耶稣的事 就从后头来 砸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上 她为什么摸耶稣的衣上呢 如果是医生的话 给给医生钱 然后接受治疗就可以了 但现在呢 这女人什么都没有了 也没有钱 然后她心里面呢 她觉得 耶稣可以治好我的病 我光是去摸耶稣的衣上的话 就必痊愈呀 她心里有这样的心 这是我们所相信的 耶稣的故事 如果一般的市民的话 耶稣也不知道 谁摸了她的衣上 其他人的话就说 这个女人为什么摸我衣服 然后她甩开就可以了 但耶稣呢 就知道这个女人患了病 也知道她穷 她没有钱 然后她呢 就想着摸耶稣的衣上 想得痊愈 耶稣知道这个心 圣经里写着 在好些医生手里 受了许多的苦 又花尽了她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病是反倒更重了 二十七节 她听见耶稣的事 就从后头来 砸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上 意思说 我只摸她的衣上 就必痊愈 她心里面就有 我只要摸耶稣的衣服 我就能够得到痊愈 我就能够得到痊愈的这样的心 她有钱的时候 她去找了医生 去买了药 但现在呢 她花尽了所有的 医生也没治好她 她在耶稣面前 什么都没有 她都不好意思站到耶稣面前 说请治好我的病吧 她只是拿着恳切的心 她去摸了耶稣的衣装 意思说 我只摸她的衣上 就必痊愈 那十分惊奇的是 圣经里说 意思说 我只摸她的衣上 就必痊愈 于是她血漏的源头 立刻干了 立刻就干了 她也没有付钱 耶稣也没有伸手摸她 只是她摸了耶稣的衣装 耶稣就知道她有信心了 所以她完全就痊愈了 立刻就 这个血漏的源头 立刻就干了 28节里写着 意思说 我只摸她的衣装 就必痊愈 29节 于是她血漏的源头 立刻干了 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 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衣装 耶稣说了这个话 那门徒们呢 对她说 你看众人 拥挤你 还说谁摸我吗 那很多人拥着耶稣 所以呢 有很多人就会碰到耶稣 或者摸她的衣服 所以门徒就说 你为什么还说这话呢 32节 耶稣周围观看 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 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 就恐惧战惊 来伏伏在耶稣跟前 将实情全告诉她 耶稣对她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我们呢 有的时候会说 神呢 请治好我的病吧 这样 但有的时候呢 就算我们不说呢 耶稣也知道 我们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他会在我们身上做工的 我们去摸耶稣的衣装 这个并不重要 而是我们在心里想 她是神啊 我这样悲险的 这样的女人的话 连在她面前说话的 这样的资格都不够 我只要去碰她的衣装 哪怕碰一下衣装 就会治好我的病啊 这女人有这样的心 耶稣呢 也没有 去使她的信心失望 直接就让这女人的病好了 我们在主面前 祷告的时候 有的时候想 我们要去认真的去祷告 或者是要去彻夜的祷告 当然我们需要去认真祷告 也需要去彻夜的祷告 但是呢 我们要怀着什么样的心去祷告呢 我们身上有疾病 有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呢 就会想 哦 现在有疾病啊 我身上有疾病了 好开心啊 有这样的人吗 不会的 没有人会这样想 都希望能够得到治愈 这个女人呢 她去医院 她去治病 然后 钱都花光了 但是呢 她的病也一点都没有好转 然后这女人呢 就不再去医院了 她就去找耶稣了 我去医院的话 我得花钱 才能治好我的病 但现在我没有钱 然后耶稣该怎么治我呢 那我去伸手摸他的衣裳吧 我光是摸他的衣裳 耶稣也能治好我的病 他也会治好我的病的 他也不问问主 主也没有告诉他说 你只要摸我的衣裳 你就能得痊愈 但是这女人呢 她有这样的心 然后她去摸了耶稣的衣裳 那接下来的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这样的耶稣的话 那就算不碰他的衣裳 我们有相信耶稣的信心的话 各位我们现在去碰耶稣的衣裳的话 是可能的吗 是不可能的 他在天国 我们怎么去碰他的衣裳呢 就算耶稣不在我们眼前 他在天国也是 我们见不到他的脸 就算我们去呐喊 他听不到 就现场听不到也是 主是知道的 主能够治好我的病啊 他会给我实现恩典啊 他能够帮助我呀 我们心里面没有这样的信心 只是茫然的 跟这个世上的人一样 与神有这样的茫然的关系的话 我们心里面是不能得到阴眼的 我祷告为什么神不垂听呢 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彻夜祷告啊 是不是没有奉献呢 可能会有这样的心 各位重要的是 我们祷告的话 是向神诉说我们的心 我想治好我的病 我想治好我的病 耶稣你愿不愿意治我呢 各位耶稣说愿意治好吧 那你们有这个信息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信仰生活没什么困难的 没什么难的 但各位呢 不会没有这样的信心 就觉得啊 我祷告有什么用呢 哎呀 要牧师祷告才可以啊 那个姊妹可以 那个姊妹的话 一祷告就两个小时 我的话就不行 祷告怎么能祷告两个小时呢 他有那么多话去说吗 但我们呢 并没有这样的信心 主呢知道我们的情况 那耶稣的话 如果是一般的 我们要去搞好关系的话 人的话 我们要送他礼物啊 要怎么样 对他好啊怎么样 但耶稣的话 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单方面的祷告的话 耶稣也会垂听 像这个女人的话 她用手摸了耶稣的衣裳 耶稣呢 也没有这样过去 回过头就问 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们呢 就想着这么多人 拥挤你往前走 然后说这么多人 在这里拥着 谁会 谁 谁会故意摸你呢 肯定是有人 在拥挤的时候摸到了 或者是推到了 门徒们有这样的心 但耶稣呢知道 有人摸了他的衣裳 然后他的能力呢 从自己身上出去了 所以耶稣呢 就想找 这有信心的这个女人 耶稣呢 想看到的是 这个女人的信心 这是特别神奇的 这次呢 我去非洲的话 也跟那边的同工们 也是商量了很多 我们要去派 很多福音同工的 这样的事情 我们在访问非洲之前 其实打电话 也是可以跟他们沟通的 但是呢 还是想去看一看嘛 然后去那边看了看 然后也见了那边的 前总统啊 然后那天呢 我原本是要到 从机场呢 去另外一个国家 但那前总统的话 他呢 就一直在机场 陪了我一下午 他跟孩子一样 特别的开心 我们在神面前 过我们的人生 我们在世上 跟别人搞好关系 非常不容易 得到别人的心 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要真的去用心 用心去交往 才可以得到一个人 但神呢 太了解我们了 所以在神面前 祷告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不需要 跪下来 我不是说跪下来 祷告不好 其实呢 各位不需要去跪着 各位在躺着 或者是走在路上 行走的时候 祷告也可以的 我们的心跟神的心 相互的流淌 相互的分享 这个是重要的 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神就会在我们身上做工 懂很多的圣经 然后祷告很流利 看大型教会的牧师的话 他们祷告的时候 祷告真的非常的棒 然后看哪个执事的话 祷告特别的棒 不是这样的 我们真的在心里面 有困苦的时候 有困难的时候 为难的时候 我呢没有钱 然后也没有能力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伸手去摸耶稣的衣裳 这个时候呢 真的很惊奇的 耶稣就 因为这个行为 因为这个信心 耶稣就做了工 耶稣还说 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们还说 这么多人 你还问 但是呢 这女人呢 就出来了 然后呢 夫妇在耶稣面前 将实情呢 全都告诉了她 这有多么感谢呢 多么惊人呢 耶稣我们 是看不到的 也是摸不到的 耶稣如果能够 亲口告诉我们 说你的祷告 我听到了 我会实现的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心里该多踏实啊 但是呢 真的是听不到 所以我们只能 是在心里面相信 我虽然听不见 但是耶稣肯定会 垂听我的祷告 肯定会应验的 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不是说 祷告要祷告的特别好 还要准备好 这个各个前言 本文 结论等等 这样的 以这种方式去祷告 我们只要闭眼说 耶稣请治好我吧 我们讲这一句 也可以的 我们怀着感谢的心 就像耶稣 在我们眼前一样 我们这样的去分享心 因为实际上 耶稣就是在我们身边的 虽然我们看不到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一直在我们身边相伴 一直帮助我们 引领我们 我们因为学校的事情呢 我们这次也是 一起去商量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呢 一起讨论 如果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是神喜悦的 因为我们买一所学校的话 真的也不是说 花五块钱去买面包这样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事情 而且我们买这个学校 建立这个学校的话 也需要有学生来 这样的去学习上课 然后我们也是商量 这个怎么去招生啊 这样的一些细节 我想这个非洲的学生们的话 也来韩国 然后去学习受训练 然后将他们派到美国呀 或其他国家 真的是特别好 神的话 他是想通过我们宣教会 一直做事情 所以这个女人的话 她一开始并不是这个 这样的一个病人 她一开始也是用了自己的方法 去治病 但是呢 她一点都没有好转 然后呢 她到了耶稣的面前 她去摸了耶稣的衣裳 然后她的病就治好了 那我们心里面的话 虽然我们摸不到 耶稣的衣裳 但是我们心里面也要想着 我们与耶稣 是有这个关系的 关联的 我讨告的话 耶稣就会垂听的 我们能伸手摸耶稣的衣裳吗 是摸不到的 各位用手摸过耶稣衣裳的人 请举手看看 没有人吧 条牧师啊 你不是牧师吗 连你都没有摸过耶稣的衣裳吗 没有 我也没有 我们看起来的话 好像跟耶稣没有什么关联 没有关系一样 但并不是这样的 耶稣他为我们留下了宝血 为我们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所以我们以后的话 我们也要相信 耶稣肯定会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困难的 正经在告诉我们的这一点 各位能理解吗 耶稣没有在身上写着说 无论谁碰我的衣裳的话 就能治好病 没有人这样写 没有耶稣 耶稣没有这样写 但是呢 只要我们去碰耶稣的衣裳 我们去向他祷告 只要跟他沟通的话 耶稣就会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的 有的人说 我彻夜祷告 耶稣也没有应验 这是因为耶稣的时候 还没有到 耶稣并不会说 不垂听我们祷告 也不是说 听了之后 无视我们的祷告 也不会忘记 我们所祷告的内容 我们就算 没有这样正式的 怎么样去祷告也是 我们有的时候在路上 在开车的时候 在读书的时候 想到了 我们心里面去祷告的话 我并不鼓励这样 但是就算我们在洗手间 去祷告也是 神也会垂听 耶稣也会垂听 耶稣真的是爱着我们的 所以 祂是会在我们身上做工的 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 各位阿门 这个女人的话 患了12年的血漏 她花尽了她所有的财产 这里面有我们办医院的 这样的弟兄们 这意思就是在医院 花了所有的钱 都没有治好病 对我们这开医院的医生们 不会这样吧 他们治病治得很好的 去黄长老那里 或者是李承昊长老那里 都可以治好病的 那神在这里呢 看神记录的 这样的内容的话 我们在有困难的时候 去告诉神 然后神在我们身上做工 然后我们的喜乐的 去跟神这样的沟通 交流 神喜悦这一点 神知道我们心里的世界 神像着我这样的人 我们有这个赞美诗说 像我这样的罪人 得到了饶恕这样的话语 这样的赞美诗 耶稣呢不是人 祂不会觉得 我们不请祂吃饭 祂就觉得不高兴 我们不送祂礼物 祂也不会觉得不高兴 我们只要怀着感谢的心 与祂亲近的话 我们越是与祂亲近的话 主就越方便 在我们身上做工 这女人呢 她花见了所有的 所以呢 她也没有别的可拿出来的 所以呢 她只能是在耶稣后面 摸耶稣的衣裳 有很多人拥挤耶稣 所以呢 其实很多人碰了耶稣的衣裳 但是这个女人 碰耶稣衣裳的时候呢 耶稣就发现自己的能力 从身上出去了 然后就问 谁摸我的衣裳 那门徒们呢 就说 哎呀 这么多人拥挤你 你还说 谁摸了你吗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耶稣是想见这个女人 如果想见她 她是谁啊 所以这女人呢 就到了耶稣的面前 她就把自己的血漏病啊 然后这12年的这个病情 还有这之前的一系列的事情 她都说了出来 有的人呢 过得很 很顺利 很平坦 就不会找耶稣 但是我们遇到困难的话 我们就会在耶稣面前祷告 主呢 是特别的喜 喜欢在我们身上做工 我们看圣经的话 五章25节里面 写着 有一个女人 患了12年的血漏 在好些医生手里 受了许多的苦 又花尽了她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并是反倒更重了 这时候 这女人就见到了耶稣 她听见耶稣的事 就从后面后头来 砸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裳 意思说 我只摸她的衣裳 就必痊愈 我就算不站到耶稣面前 不跟她对话也是 在众人拥挤的时候 我可以去摸她的衣裳啊 她去摸耶稣的衣裳的时候 耶稣马上就回过头来说 谁摸我的衣裳 那门徒呢 就说你 你为什么这么挑剔呢 这么多人拥挤你 肯定有人摸你的衣裳 或推你的身体 但耶稣呢 却不是这样的 27节 他听见耶稣的事 就从后头来 砸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裳 意思说 我只摸他的衣裳 就必痊愈 于是他血漏的源头 立刻干了 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 我们虽然不能够碰耶稣的衣裳 耶稣在天国 我们坐飞机要坐上万年 我们可能也是达不到天国 但我们不需要去担心 我们有比世界上最新最尖端的 这个手机更好的这样的通讯方式 我们祷告的话 那帮助我们 解决我们困难的就是耶稣 耶稣我这里疼 请帮助我吧 请治好我吧 耶稣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 他可以治好我们的疾病 他是想要为我们做事情的 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疾病 也是想让我们站到主的面前 我也是在主面前做事情的时候 在主面前非常感谢的是 我呢很久以来都是非常健康的 每个瞬间呢 我心爱的主都是与我同在的 有的时候呢 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 牧师怎么不来我们家一趟啊 是不是嫌我们家这个有点简陋呢 各位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各位要想着让耶稣到你们的心里 各位 耶稣的话 你们贫穷啊 或者是请不起他吃饭啊 这些都不是问题 所以在路上也可以祷告 像这个女人的话 她给医生花了很多的钱 但是医生都没能治好她的病 她在世上呢 实在是没有办法 她也去不了医院了 这个时候 她遇到了耶稣 她听见耶稣的事 然后听到说耶稣能治好病 然后她想 如果是这样的耶稣的话 我就算在后面摸她的衣裳 耶稣也会知道啊 我在耶稣面前祷告的话 我去祈求的话 她会 她会治好我呀 这个女人心里面有了这样的心 不知道她是不是 当时打了电话给耶稣 要问耶稣的行程 反正她到了 她有这个信心 然后到了耶稣的面前 然后呢 她去摸了耶稣的衣裳 她想 我摸衣裳 就能够治好啊 然后耶稣回过头 问谁摸我的衣裳呢 摩恩徒说 人这么多 这么多人拥挤 在这边 肯定有人会 这样拉扯衣服呀 但耶稣呢 就说 不是 有人摸了我的衣裳 我们看 我们从二十五节来 再读一下 有一个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好些医生手里 受了许多的苦 又花见了她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并是反倒更重了 这个时候呢 她听见耶稣的事 就从后头来 砸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裳 意思说 我只摸她的衣裳 就必痊愈 如果这个女人 拥有很多的话 她肯定不会有 这样的信心 她心里呢 是想得到痊愈的 但是她也没有东西 给耶稣 所以她心里面 就想 我只摸她的衣裳 就必痊愈 我们所相信的耶稣 是这样的耶稣 我们不需要去 有什么样的仪式 也不需要有什么样的 背诵什么样的祈祷文 也不需要 过多的聪明 也就是说 耶稣是爱着我们的 真的耶稣是爱着我们的 我们是一无是处的一个人 很多时候我都会想 主啊 您为什么爱着我呢 主爱了我这样的人 然后呢 他就树立了 我这样的人 想要使用我 成为他的仆人 主使用我这样的 让我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也是特别感谢的 那向着你们的话 耶稣的爱也是一样的 在美诗当中 有说 像我这样的罪人 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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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恕 这里面 像我这样的罪人 很难去描述 我真的是一无是处的一个人 但是在那么多人面前 那这个女人也是 她一无是处 但是呢 她去伸手 去摸耶稣的衣裳 她就痊愈了 各位 她就是这些 就是结束了 那信心有什么呢 没有说我们要有仪式感的去祷告啊 或做什么事情 才可以 而是我们在心里面 像各位一样 有些奶奶的话 她喜欢骂人 一张嘴就骂人 她这样的人 祷告也是没有问题的 耶稣会听 垂听我们的祷告 也会应验的 得救之后呢 我的面前有很多的事情 神呢 为什么拯救了我 像我这样的人 我能做什么福音的事情呢 但是看神做工的时候呢 真的就是像我这样的罪人 怎么被这样的使用呢 我们凭借耶稣呢 我们蒙恩典是没有任何不足的 耶稣呢 也不会说 垂听这个 长得帅的人的祷告 长得丑的 耶稣也不会藐视 耶稣也不会 看我们的条件 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上 耶稣都是想帮助我们的 耶稣都是想帮助我们的 想给我们施下恩典的 就算各位不在耶稣面前 祷告也是 我们不要想要了不起的 耶稣都没有应验啊 各位呢 各位呢不要这样想 有的时候呢可以为自己的 未来祷告 也可以为自己的子女啊 或者丈夫啊 妻子啊这样祷告 那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心与耶稣的心 变得越来越近 然后呢我们呢 就可以培养我们 这样的与耶稣的关系 这是非常惊人的 有一个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好些医生手里 受了许多的苦 又花尽了她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并是反倒更重了 她听见耶稣的事 就从后头来 砸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裳 意思说我只摸她的衣裳 就必痊愈 各位在拥挤的时候呢 是可以摸耶稣的衣裳 有很多人呢碰到了耶稣 也摸了她的衣裳 但这个女人是怎么样的呢 她想我只摸她的衣裳 就必痊愈 这女人心里面 有这样的信心 那这样的话 耶稣是不是要 治好她的病的 如果不治好的话 就不是耶稣了 耶稣肯定会 治好她的病的 虽然耶稣没有跟她 没有见过她 也没有跟她沟通过 但是呢 耶稣知道她有信心 就治好了她 那我们的话 这样去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心 与神的心 就会变得越来越亲近 然后看到神的做工的时候 是非常惊奇的 我在雅谷洞的时候 在张巴黎的时候 当时我一无所有 我在雅谷洞待了九个月 然后在张巴黎呢 待了一年半 然后在张巴黎的时候呢 我就拿到了这个入伍通知书 要去部队了 我当时呢 因为传福音传得很带劲 所以就不想去部队 但那个时候呢 要去部队的时候呢 要让我在12点的时候 到午时时去报道 但是呢 那天上午呢 我们一起 弟兄们一起做祷告会 然后祷告会呢 一直没有结束 我应该12点前到 所以11点半的时候 就该出发了 那那天呢 已经过了12点 我才出发 旁边的宣教室呢 看我比较着急 他就直接开车呢 就把我送到了这个部队里面 然后人们都聚在那里 然后只有我一个人 是开车去的嘛 然后晚上的时候 就有部队的长官问我 然后说 你是白天坐车来的那个吧 然后那个人呢 就以为我们是 我是有钱人 因为当时 只有有钱人 才会有车嘛 他对我说 我把你送到 后方安全的部队吧 我说可以啊 谢谢您 然后他说 那你给我一万块钱吧 我去部队的时候呢 当时有一千块钱 然后呢 我就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兜里只剩下几百块钱 然后那个长官呢 就让我掏出一万块钱 我说我没有 然后他呢 自己砍价砍到了七千 我说没有 然后他就说五千 我说没有 他说三千 他呢 看我坐着轿车来的 所以他以为我是有钱人 他问我 有多少啊 你有多少 然后他 我就说我有几百块钱吧 他就突然发火 他说你呢 我就让你去最前方 去江源道 我让你去哪 你就去哪 他说我要派你去江源道 我说谢谢 然后就出来了 他以为我是坐轿车去的是有钱人 他觉得很容易从我这拿钱 但是呢 我当时确实没有钱 然后训练 在训练所 结业那一天呢 然后呢 他出来 第一个就叫到我的名字 然后说江源道 我去到源州的那个通讯训练营 虽然是江源道 但是源州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原来呢通讯训练兵的话 应该是去大田的通讯训练营 然后源州那边呢 新拓展了一个学区 然后呢 我成为了那里的第一届这样的训练兵 我在那里学习16周的时间 学习了这个通讯的知识 是摩斯福号 然后我 因为我们是第一届嘛 然后我后面全都是晚辈后辈了 他们来了之后就向我行礼说忠诚 我说你们不用这样紧张 我问他们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他们说好好睡得好 然后我就问他们说谁上教会呢 大概有百分之九十八的人举手 那个时候呢 我就带着他们到外面 因为没有礼拜堂 只能是在寒冷的外面去聚会 第二天早上呢 就有通知说那ROC第一届的 朴鱼珠来到这个教育本部 然后我呢去那里去报道说 ROC朴鱼珠到这里报道 然后当时呢是中卫是一个最高的 那里最高的一个人 他问说朴二斌 你在社会的时候是做什么 我说我是传道师 他当时是中卫 他对我说 他说原来他也是很独信 独信耶稣的这样的上教会的一个人 但是来部队之后呢 他就也是抽烟喝酒 堕落了 然后他说他昨天看到我在那里引领礼拜 他觉得心里很愧疚 他就问我说 有没有可以去帮助帮忙的 我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空教室去用呢 说你要 他就问你要哪个教室 我说第十六教室的话比较大比较好 然后呢 他就叫旁边的士兵呢 给他这样的给我这样的钥匙 因为星期天的话 没有没有教育日程嘛 所以都是空的教室 我去那里去礼拜给别人讲话语 然后那里呢 就有当时有很多人得救 然后我们当时就商量说 我们三个得救的人当中 至少要有一个留下来继续讲话语 然后呢 我们在通讯训练营当中呢 前四名是有资格自己选自己的部队的 但是前四名呢 是很难的 因为有很多人在外面 在社会的时候就学过这个通讯知识 所以我们也是没有戏 但后来呢 在毕业的时候 然后那个训练营的教育的长官的话 他就让我能够留在这个部队里面 继续的受训 他问我你想在哪工作 我说我这个写字写得不太好 然后他就说让我去考试科 这考试科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职位 是只要考完试 然后我去 就给给这个批分就可以了 是非常容易的 而且这个批分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在那里也是非常容易去批分 然后有一个大卫呢 上卫呢 有一次就到我面前 然后对我说 让我去这个伪造一个试卷 让我去给一个他指定的人 就让指定的人成为第一名 我说我是信基督的人 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他说你你我让你做 你就做 然后我就说 不行 我是信基督的是不行的 然后我说 我要是上报长官的话 你会很为难的 然后他就骂我 然后就出去了 然后后来呢 在聚会的时候呢 有一次星期天聚会的时候呢 我们那里的那个所长 他说 进来了 因为星期天他平时是不来的 但是所以我在那里 讲话语 然后他进来之后特别紧张 他说你继续讲话语吧 然后后来他呢 就讲话说 在白马高地战斗的时候呢 当时死了很多的人 有一天晚上呢 他要去 他在这个防空洞去巡视 然后他就听到有一个 士兵在趴着 在那里 嘀咕着什么 就问他 你在干什么呢 他说我在祷告 他问 你为我也是祷告了吗 他说我现在祷告 然后他就开始一边巡逻呢 一边问 说你信什么 我信神 我信佛 我信耶稣 我信龙王 然后说那你 无论你们信什么 都向着你的神 去祷告吧 因为白马高地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要地 然后呢 经常呢 就会在那里打仗 战斗很激烈 像韩国军队的话 擅长打白天的仗 然后呢 像北朝鲜军队呢 他擅长打晚上的仗 所以白天有的时候 是韩国军队在占领这个地方 然后晚上呢 可能就是被遭遣了 是非常激烈的 有很多时候呢 都是死伤很惨重的 所以这个部队呢 知道明天就要去那里打仗了 所以很多人都很害怕 然后那一天呢 就看到有防空洞里 有一个人在那里祷告 就问 说你在干什么 我在祷告 你为我也祷告了吗 我还没有 那你现在祷告吧 然后这个所长呢 就挨个问 说你信什么 你信什么 我信龙王 我信佛 我信耶稣 你们向你的神去祷告吧 然后第二天 说向前冲的时候 他从来都没有见过 这么有勇气的士兵们 所以他呢 伤亡人员特别的少 然后呢 就占领了这个白马高地 然后后来呢 他成为了大校 然后来到了我们的这个部队 然后他觉得我们教 我们那里没有教会特别的惋惜 但那天呢 就他偶然的看到了我们有这样的周末的聚会之后呢 他就说你们继续这样的宗教吧 然后我在他面前都不敢讲什么 然后呢 结束之后呢 他上来之后就讲话 后来呢 我跟他的关系也特别的好了 然后后来呢 我要被派到越南去打仗了 然后越南的部队呢 都告诉他们的那个士兵说 不要打这个指挥官 你们要打这个通讯兵 因为在森林里面没有通讯兵的话 这个这个部队呢 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通讯兵去的话 很多都是被打死的 然后我呢 去向所长报告 说我要被派到越南了 但是所长呢 就说你不要去越南了 然后后来呢 这个我 我回来之后呢 中队长就问说 你怎么回来了 我说所长不让不让我去 然后他就问 你跟所长什么关系 我说就是士兵和长官的关系 然后后来呢 就中队长反而是看我的脸色 真的就是这样神引领的 我在部队的时候也是 我退伍之后也是 我在张巴黎的时候 在雅谷洞的时候 在聚昌的时候 前不久呢 就有人告诉我说 我来首尔已经二十年了 我觉得是昨天刚来一样啊 确实我是昨天刚从非洲回来的 对我开玩笑这样说 我回想看看 在首尔我在过了二十年 我错了什么呢 真的神在我的身上呢 也是做了很多工作 打开了很多福音的道路 我们现在的话 在群球范围内要周升 然后建一个神学院 我们在商量说 非洲的学生的话 我们也是招进来 然后呢 去培训他们 训练他们 然后让他们传福音 非洲的话 就几十个国家嘛 招生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呢 也是有这样的计划 希望各位呢 一起为此祷告 各位会一起祷告吧 各位忙的时候忘了也可以 但是你们想起来了就祷告嘛 我们前面的话 有很多困难和挑战 我也是在宣教会里面 也有很多的试炼 也有困难 有很多人真的就是藐视我们 瞧不起我们 但是呢 我们成为了 能够向着世人 见证神的福音的这样的教会 现在呢 有很多一般教会呢 也是拿着我的这样的 话语呢 也是在 讲话语 现在可以看到神一直在做工 像我这样的罪人 得到了饶恕 在主面前成为了传福音的人 我们没有人不犯罪的 没有人 没有饿的 没有人 可是没有不足的 但是主呢 爱了我们 他想要通过我们 来实现他的旨意 想要这样的做工 这是非常惊奇的 我呢 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 但我开始去培训 福音的传道者 然后在全世界各地 都派了我们的宣教士 好消息宣教会的话 现在成为了 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宣教会 其他宣教会是没法比的 我们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都有我们的宣教士 而且好消息宣教会的宣教师们 是最准确的去传播福音的 这样的同工们 神在这样的事情上 召唤了我们 使用了我们 想到在我们里面 做工的神的时候 是非常惊奇的 是非常感谢的 这都是难以言束的 这个女人 她患了血漏 她吃了很多的苦 也花尽了她所有的 她的病逝呢 一点都不见好 反倒是更重了 她在世上呢 也是没有任何盼望了 要是没有去医院的话 她还能留下一些钱 吃得起饭 但现在的话 她治病都花光了钱 花光了积蓄 都没有吃饭的钱了 那这个时候 她听见耶稣在那里经过 她想如果向医院的话 可以带着钱去 这样的话可以治好病 但像在耶稣面前 她也没有钱 没有任何东西 所以她只能是伸手摸耶稣的衣裳 她呢都不好意思 在耶稣面前说 请治好我吧 也没有这个时间和机会 但她心里面 有什么样的心呢 就像耶稣是神的儿子 像我这样的人 哪怕摸她的衣裳 她也会让我痊愈呀 当时有很多人 在那里拥挤着 拥簇着 然后她呢就 挤在中间 摸了耶稣的衣裳 是非常惊人的 就这样治好了她的病 她在医院花了那么多的钱 花了那么多的岁月 我去摸了耶稣的衣裳 耶稣让我痊愈了呀 她向世界都想呐喊 耶稣呢也没有接转过去 耶稣想跟这个女人沟通 所以说谁摸了我的衣裳 门徒说这么多人拥挤你 你还问 这个嘛 耶稣回答说 不是有人摸了我的衣裳 然后这个女人就有了 可以跟耶稣沟通的时间 我呢是患了这样的病 然后也去过那个医院 这个医院 然后见过这个大夫 那个大夫 但是呢没有用 然后呢她的病被治好了 她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谢的心 一直以来 她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 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岁月 但是心里面 现在她留下了什么 留下了感激和感动 觉得自己的病被治好了 耶稣问说 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说 这么多人拥挤你 肯定会有人磕磕碰碰的 也摸了你的衣裳嘛 还问 您为什么还问这个呢 这女人呢 就到耶稣面前说 是我 一直以来 她吃了很多的苦 花了很多的费用和时间 现在她穷得连饭都吃不起 但是听到了耶稣要经过的消息 但也不敢站到耶稣的面前 只是想摸耶稣的衣裳治好病 然后我 我的病真的治好了 然后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对她说 33节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 就恐惧战惊 来服服在耶稣跟前 将实情全告诉她 耶稣对她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这女人呢 听到了这么 感人的话 然后她回去的路上呢 这脚步肯定是很轻盈的 很开心的 我们虽然不是患了血漏的人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人生当中 会遇到很多困难 大大小小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和困难的 耶稣并不是让我们去花钱 并不是让我们去自己解决 而是让我们去寻求主 让我们依靠主 让我们在主面前祷告 我们不需要去发火 或者担心 而这就是耶稣给我们打开的道路 我们去向耶稣迈步吧 耶稣会洗净我们的 这样的问题 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并且治好我们的疾病 然后这个女人呢 就成为了非常幸福的女人 她睡一觉起来之后 她该多高兴啊 早上起来之后 哦 我现在身体这么健康了呀 她心里面肯定是很感谢的 耶稣治好她的病 给她施下恩典 是非常蒙福的 感谢的 耶稣的心的话 昨天 今天 或者是永远都是一样的 这女人的话 她 一无所有 但是呢 她听到耶稣要经过的话 这个消息之后呢 她自己呢 有了这样的信心 觉得摸衣上的话 就可以治好病 然后这女人到了耶稣的面前 然后她蒙到了耶稣的恩典 那各位也是 在生活当中 遇到试炼 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请不要担心 神肯定会帮助的 我在幕会的时候 我想 我这样的人 做什么幕会呢 有很多时候呢 就觉得我该怎么办呢 但真的是需要去做这个事情 在派遣我们 同工们去做宣教的时候 我有很多时候也觉得 该 这个真的可以做到吗 但我发现 我们宣教室的话 在 是最会宣教的 真的是做得特别的好 这次我见了一些 这个同工们 看他们的话 做得真的很不错 真的是很感谢的 很喜乐的 那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 我们都要去派遣询教室和同工们 无论南极 北极也好 很多地方都有我们的宣教室 我们想要派更多的宣教室 到各个角落 我们相信如果成为主的这样的行动的话 没有比这更光荣的 我们跟神这样的相互之间需要沟通交流 这个女人的话 如果没有病的话 其实是不会这样的 但是 看起来的话 他有疾病的时候 他觉得到耶稣面前的话 可以治好这个病 所以他遇到了耶稣 所以神 会给我们这样的困难和试炼 就像这个女人一样 我们去在神面前祷告 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祷告 为了我们的家人 孩子们祷告 这样的话 神都会去听的 有的时候看到困难的时候 不要这样的烦恼 也不要担心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神面前祷告 有的时候我们受了疾病 受伤或者是有疾病的时候也是 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 这样的话 神也会像这个女人一样 治好这个疾病 也是给我们祝福 这与我们的条件无关的 神是爱着我们的 我们神教会的话 以后会继续地做这样的福音的事情 然后我们要做这个大学 然后也要开办这个神学院 然后我们非洲的人的话 我们也是培训他们 让他们成为福音的传道者 那不仅是非洲人 其他的地方的弟兄姊妹们的话 我们也是这样的训练 然后希望有更多的 宝贵的福音的传道者站起来 真的希望我们就会成为 神所喜悦的这样的教会 成为一个神所做工的教会 今天我们也是看到 在我们里面做工的神的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是立有感谢的心 就像这个血漏的女人 她的疾病成为了 可以到耶稣面前的条件一样 我们也是 让我们能够更加地亲近神 更加地靠近神 希望各位成为神所喜悦的弟兄姊妹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